罗锋第一件宇宙级的宝贝出世 应其逆天的不只是罗锋 还有一位恒星级九阶的炮灰 书接上回 罗锋为了早日报仇 便选择了尽快地将魔云藤给进化成宇宙级 而现在最主要的是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经过一路的飞行 飞船便来到了界中界的边缘地带 随后罗锋就把飞船藏在了黑漆漆的一个洞穴中 顺便让红河雷神照看着奥古 自己则是离开洞穴 前往一个安全之地修炼 罗锋在来到树里之外的一个山脉中 便直接召唤出了魔云藤 只见罗锋拿出一个石盒 而石盒里面的东西 正是让人沉迷的生命果实 罗锋将生命果实抛向那巨大的蔓叶 每等几秒钟魔云藤就把生命果实给一口吞了下去 看见这一幕的巴巴塔直呼心疼 毕竟这一颗生命果实 可是能让界主都为之疯狂的 就算用来换宇宙级的奴仆 都能换来一堆 而现在就这么给魔云藤吃了 巴巴塔的小心脏确实有点想难过 而罗锋却不这么想 要知道十鸟在灵不如一鸟在手 若不是现在急需要帮手 罗锋还真考虑前者 但现在只有魔云藤提升实力 才能报仇和保住自己以及兄弟的性命 此刻魔云藤那粗壮的藤蔓上 出现了一种绿色光滑宛如闪电不断的流转 而藤蔓本身则仿佛心脏似的 时而膨胀时而收缩 可是每一次膨胀都比收缩的幅度要大 魔云藤进化的同时 在联军内的布罗林却无比的生气 因为他现在才得到了两重密码 而传承水晶球只有三重密码都有 才能从银行中取出寄存的传承水晶球 没了另外一重密码 他空有两重密码却是没有丝毫作用 就在他生气之时 只见跑来一人紧张地说道 殿下刚才派遣千人小队去追杀那五人 不过没想到那五人竟然还带着一艘宇宙飞船 布罗林并没有多想 他只是感觉罗锋等人可能是走了大运 在某个强者遗迹中捡到的宝贝而已 现在的他也不在意罗锋几人了 只是让手下传令下去 将那五人的模样讯息等传送给七支大队 如果发现那五人就顺手击杀了便是 因为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弄清楚 最后一重密码到底落在谁的手里 传承水晶球的价值远比罗锋他们几人重要 殊不知这个水晶球的第三重密码 被一个叫扎克托的人得到了 而扎克托正是三府山将天成的麾下 原本他是一名恒星级九阶的炮灰 没想到却在界中界里面突破到了宇宙极易界 这也为他带来的巨大的好处 将天成不光让他成为整个大队的大队长 还给了他数十个星球领地 好处得到了 他的作用也体会到了 布罗林绞尽脑汁想得到的第三重密码 没想到却被他抢先一步得到了 而另一边 红河雷神等罗锋都等得着急了 随后索性直接带着刚能走路的奥古去寻找罗锋 几人在来到罗锋身边时 只见摩云腾正在褪皮进化的状态 那72条已经延伸到300公里长的主藤迅速的收缩变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合在罗锋的身上 红河雷神看见这一幕简直傻眼了 在巴巴塔的侦查下 众人才得知摩云腾级别已经是宇宙级二界了 随后巴巴塔又叮嘱罗锋 以这摩云腾培育得很好 在达到宇宙级时 他进化出的72条主藤曼 每一根主藤曼都和宇宙级二界人类舞者相当 若是凭借细胞的活性和72根藤曼 就算和宇宙级四界的人类也能纠缠一番 三界的强者不在话下 而有了宇宙级的帮手 罗锋在界中界的安全这才有了保障